大家好,歡迎收看東莫視頻,我是Yammy 蛇王出沒注意,又有食環處防治蟲鼠組被揭蛇王吞波 應該是蛇被發現蛇王吞波才對 兩次就說又,三發四次,周而復始,你說不是蛇又是甚麼 好了,說回這次蛇王吞聞,有市民向本部報料 說日前早上,走經天水圍夏美新村路的行人路時 客見十幾名,穿著孕幼,食環處承辦商致養的啡色制服男女 分批坐在行人路旁的山坡,部分人捱著欄杆吹水 神情輕鬆,又說又笑,你叫他們捉老鼠 他們分分鐘跟你說,捉甚麼捉的? 好了,整班大朗蛇,霸了整條路 搞到其他人要倒露走都算了 部分人還要拉下口罩,點起煙泥,吞雲透霧 其間口目還飛,涉嫌違反防疫規則,兼夾影響環境衛生 正所謂,政府蛇王甲香港,食儲蛇王甲政府 其中有以防止蟲鼠組的悠閒活動,最為多姿多彩 可以說是沒有做不到,只要常不到 有人剝削衫褲、剝削鞋,走去石澳泳灘散步 有人一天只做兩小時夜,每日到涼亭打等 睡覺煲煙等開飯,有人甚至闢失攻打四方城 不到你不服哦! 針對天水圍蛇王事件,本部向食環署反映情況 廚方說會根據合約條款,向有關承辦商發出實責通知書 並扣減服務月費,並會繼續密切監察承辦商的服務表現 指以有人除罩食煙,已經斷介執法部門跟進 那,這樣就死啦!每次都要第四拳,督促先肯做事 有哪次是食環署那些坐冷氣房的大Sir 走上街頭勒煙,揭發繼而嚴懲? 有公會代表就說,外判公的歸屬感較政府公低 因為不屬於長工,質素良有不齊 加上食環署派往專門監督的人手不足 以致外判公蛇王的新聞不絕於耳 認為當局應該考慮以長工代替外判 同時增加監督人手,改善情況這樣說 叫Yammy我說,食環署監督不力是真 只要長工代替好些,責任感和貴屬感都會高些 就真是不敢苟同啦!好像長沙灣政府合署那樣 除了是公務人員、辦公地點 還在用一個面積超過4800平方尺 娛樂設施齊全的隱蔽蛇鬥 原來有紀念工程處人員 對大廈封櫃房進行大改裝 設置健身器材、魚缸、雪櫃、梳化 甚至大班耳,有人還在裡面開氣槍玩魔遊戲 工會額頭說的歸屬感 可能是說公務員比較深歸 就算要偷懶都堅持在部門內進行吧 見未知著,香港地捕一隻老鼠 平均要耗費一萬大元公帑 就是請完這些大懶蟲 難怪香港淪為老鼠樂園 鼠大哥可以悠哉猶哉、歎其諸殼 這方面,新租專員工處已經比過食環處很多 打掘外判承辦商在過往服務表現評分中 得零雞蛋而仍然中標 例如鼠患指數不足以反映實況 前線人員放鼠裡又不開封 對影響環境衛生的違規租戶 只是發出口頭警告等亂象,不一而觸 但那又如何呢? 港產官遼鳳恒走自己的路 讓別人說去罷的哲學 上訴專員說他,他當耳邊封 第四權批評他,他又是當耳邊封 民怨禍,你說值幾錢咯? 鬼咩,香港地做官 不單止奉旨,不用問責 反而可以帶病提拔 食環處前處長劉利群 衛生搞得不好,不在話下 清理黑暴文宣,更是坦爛閒 居然這樣都有得,駕官盡著 就是最典型例子,上梁不正下梁歪 前線那班不偷鬧,都對不起自己咯? 冰紅紅一個,醬紅紅一鍋 搞多少次清潔香港大龍鳳都沒用 講句難聽點,今時今日都未爆鼠疫 上天對香港都算不搏 現在輕說說好香港故事嘛 Yammy 建議不妨調轉來玩 實行看印度、巴基斯坦、雪碎香港故事 花錢在當地媒體賣廣告 反映香港鼠患、蚊患層出不窮 垃圾對職如山、衛生情況 更差過第三世界 說不定賈辣民來香港賺食 之前都會停一停,想一想呢? 好了,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大家是覺得 搞錯了,正式發生 投票告訴我們 多謝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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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